这是一座不断生长的大唐芙蓉园 延安革命圣地 延安大剧院就建在延安新区的中轴线上 屋顶运用了中国书法 如同大地上的一撇一纳 呼应着周边的群山 艺术混凝土和窑洞符号 共同塑造着延安大剧院的形式 这片土地的灵魂与这座艺术殿堂彼此呼应 这里是正在建设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全球房屋建筑领域最大的单体建筑 可以容纳4万人的东安湖体育场 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场馆 300米长 总用钢量1.2万吨的水晶观景长廊 这座横向摩天大楼 长度高度均创世界之最 这是建筑史上令人惊叹的八宗一行 这座超级机场的航站楼采用凤凰展翅的造型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与首都国际机场组成双树牛 为经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西安十三朝古都 穿越三千年中国 生长出新的地标 千年华夏 琢磨此刻春秋 作为建筑师 不是关起门来设计一栋房子那么简单 我们扎根在什么地方 就应该想着怎么样能够延续那里的文脉 表现唐代文化 依托湖自然的山水的地形 演绎林源 图纸上的山水林源就是这里 芙蓉园千年皇家禁苑 现存史记中记载甚少 以唐诗为地图 张锦秋在诗歌里寻找唐朝建筑的眉目与气韵 三月三日天气新 曲江水边多利润 唐诗里边有彩霞亭 紫云楼望春歌 也是唐诗里边看来的 以紫云楼为中心 南跳中南北府湖池 希望雁塔东对方林 四十组园林建筑 从曲江池眺望唐朝 紫云楼台座高十二米 与西安古城墙高度一样 重沿五垫顶 中国古代最高等级建筑屋顶形式 近万件瓦件 近千座斗拱 四座拱桥相连四座雀亭 这是一座不断生长的大唐芙蓉园 新的气象逐日月而生 现在楼上要对公众开放 变成大玻璃 这三个面的风景是最好的 所以这三个面我们都是公众的 总的来说是对公众开放 为更多的人服务 落落落 松西花 建造者们采用钢结构 玻璃等新材料 来满足今天的诸多空间需求 一 二 三 去 我给我动你 做成了一个大的落地窗的设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大燕塔 紫云楼 证预馆 景色在我们的室内 都可以很无遮挡地去感受到 像一个惊天的词语 被安置在唐的诗句 传统与现代 在文明的血脉里共鸣 你看到它们的眼孔 那个曲线很平缓很舒展 这是唐峰建筑的一个最大特色 这个连檐继续可以向上再敲 让人感觉有一种曲线的延伸感 夜景中的紫云楼 以明月为杯盏 自千年前流伤而来 这是李渡吟诗的回廊 运脚处踏入今天的足音 摄温是否正常 正常 正常 紫云楼采用的都是清型材料 它既要展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又要符合咱们现代的审美 还要保证野出的功能 消防等各方面的安全需求 激光准备完毕 各居士们注意 野出到夕时 三 二 一 走 举头今日明月 低头唐食故乡 晚上八点 华灯初上 八千个LED光源 四万个光路 营造着梦的空间 以有形连接无形 丝绸装点世界 瓷器装满天下的时刻 被续写成今天的五颜与七颜 芙蓉的花瓣 就是时光的斗拱 明月与故乡 以一万首唐诗吟诵 为风声 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 一种文化自信 油然而生 我们要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又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谱写中国建筑的新篇章 每座城市都有文明之根 从心跳里 生长出今天的心动 每一次注目 都是注目礼 郭如林 赵元超八年前 寻访到的民间剪纸大师 比如说 这个黄土的风情 盐大生产 主题的反映盐的历史文化 你说的这些题材 我基本上就脑子一个概念 肯定可以拿剪纸来表现 这片土地上劳动的一个机器 对这片土地上那种热爱 竭子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郭如林的剪纸 成为延安大剧院 门厅窑洞的装饰和剪影 经过时光剪裁的陕北风情 成为今天的光影表达 就像老百姓在窑洞里边 贴窗花的那种感觉 民间的艺术 大剧院的高雅的艺术 紧紧地结合起来 延安革命圣地 与宝塔山摇摇相望的新地标 延安大剧院就建在延安新区的中轴线上 屋顶运用了中国书法 如同大地上的一撇一纳 呼应着周边的群山 艺术混凝土和窑洞符号 共同塑造着延安大剧院的形式 这片土地的灵魂 与这座艺术殿堂彼此呼应 大剧院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 未来的那种感觉 很强烈的艺术感 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时代性 地域性 还有它的文化性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 和当地地域气质的融合 最终是希望大剧院 形成我们一个老百姓 一个文化的场所 不同基礼的材料 表现黄土藏积的地质形态 建筑就如同从大地中生长出来 在这片黄土地上呢 也演绎了上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变革 它属于这片土地 很真实 很平凡 又引起人们思想共鸣和记忆的一个建筑 一个文化守望者的责任 有一种至敬之意 在这里 就是在延安 在中国的西北角 这里的每一曲 都在与黄河合唱 莫斯科 莫斯科 一座历史与艺术 无所不在的城市 令人叹为观止的地铁 是莫斯科的独立 在山西北角 规模庞大的地铁 凌迹着这座城市骄傲的过去 1935年莫斯科地铁开通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 修建在地下50米深的地铁 被用作战时避难之用 兼顾平时客运 171座车站 大都由著名建筑师设计 风格迥异 站在被誉为地下艺术殿堂的 莫斯科地铁站 每一次住宿都是视觉上的极致享受 在行色匆匆的乘客中 经常会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面孔 周济民来自中国的80后地铁设计师 他喜欢沉浸在被誉为世界最美地铁的 莫斯科地铁站里 从一个个设计大师的杰作中 寻找设计灵感 怀着一个两面性的心情 一方面就是特别的兴奋 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忐忑 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 苏联的老专家来到中国 帮助北京规划了第一条地铁线路 那么60年后 我们来到莫斯科修建地铁 一方面我们不熟悉 另一方面我们对苏联老专家的一个尊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中国的第一条地铁 北京地铁一号线的规划和设计 由苏联专家进行指导建造 时隔半个世纪 2017年5月起 周济民和300多位中国建设者 来到莫斯科市区西南部 参与修建长约4.6公里的隧道 以及三座地铁站 他和俄罗斯本地企业修建的线路一起 组成莫斯科外大环地铁线 2020年正式投入使用后 他将进一步提升莫斯科市民的出行效率 为应对这项不同以往的挑战 周济民面临巨大的技术难题 而更大的挑战 来自一场跨文化的审美考验 根据工程规划 中俄商定在这个叫做米丘陵的地方 修建一座兼具俄式和中式美学风格的地铁站 周济民就是这座车站的设计师 有世界最美地铁之域的莫斯科地铁站 诸域在前 周济民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反正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 都投入到了这个设计工作当中 一天起码要工作将近20个小时 我觉得中国的汉字 与这些中国的元素 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搭配 出生于1984年的周济民 有着十多年地铁设计经验 他参与过多个国际项目 以及北京部分地铁线路设计 大部分地铁工程项目 对他来说都游刃有余 但这次从一开始 他就遭遇了跨文化交流 带来的从未有过的挫败感 中俄两国在设计理念 规范标准 报审流程 语言文化 思维方式 等等各个方面 均存在的差异 我们向他们呈现于 我们自己的设计理念时 俄罗斯的专家们就会指出 你们说的哪些哪些都是错的 我们说为什么 他说你参照我们规范的 哪一条哪一款你去查 我们一查发现 真是错的 那就跟一个老师教小学生一样 他教我们俄罗斯的设计规范 是怎样设计建造地铁的 这是第一版方案 它是一个采用开天窗 加外形柱的方案 阳光能通过天窗 直接照射在我们的站台层 显得非常的宽敞 明亮 但是这个方案由于俄罗斯 它的规范标准 对反恐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这种开天窗的 这种反恐玻璃 是无法满足当地的技术标准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站台层 非常的宽敞 非常的大 所以说整个车站的通风空调系统 那么它的要求都非常高 它的耗电量也非常的大 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很难以解决的 所以说非常可惜 这么一个漂亮的建筑方案 在莫斯科没有真正的实施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会根据自身情况 在各个领域制定适合自己的 工程规范及标准 就如同中国的电源接口 和欧洲的插口不同一样 具有近90年历史的莫斯科地铁 形成了成熟规范 系统严谨的标准和建筑体系 周济民在国内使用娴熟的设计方法 在俄罗斯显得水土不服 为更快适应俄方施工标准 周济民特地聘请俄级设计师 一同参与项目设计 与此同时 由于项目施工将由中俄双方工程人员 共同完成 为更好的进行融合合作 大家开始提前相互学习 对方的语言和文化 这是我的女朋友 通过一年半不懈努力 方案设计终于有了突破 我们在历时19个月 200多次的专场答辩会 我们通过大量的计算分析论证 将我们的设计方案 呈现于答辩委员会面前 全部的设计文件 都是一次性通过这个 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审批 我们将这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图案元素 变成了中国的汉字 有意两个字 那么象征着中俄两国人民 有意第九天长 就像地铁百年的古老建筑一样 通过不断修改 这个融合了中国红与汉字的米丘林车站设计方案 终于通过审批 米丘林车站呢 它是以俄罗斯著名的植物学家 米丘林老先生命名的 那么我们就将这个中国红 中国的汉字 梅花 云朵 图腾 这些图案 与俄罗斯著名的白花树的树叶 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 也体现了呢 中俄文化的一个交融 这一版设计方案 得到了莫斯科首席建筑师的一个高度的称赞 方案终获批准 地铁施工终于可以如期开始 黄浦江 在这里拐了一个接近90度的大湾 成就了中国的黄金弯道 浦西的外滩 曾经是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上世纪90年代 浦东的陆家嘴 接过了财富的接力吧 东方明珠 是浦东资格最老的前卫建筑 他的本职工作是向全上海传播电视信号 东方明珠造价八亿元 建成时 他的高度在全球电视塔中排行第三 夜晚的东方明珠 变换不同的色彩 蓝白灯光最常见 粉色一般出现在节假日 奥运会期间 东方明珠亮起国旗红 2015年 巴黎遭遇恐怖袭击 它则换上法国国旗色 为巴黎默爱 色彩转换之间 东方明珠呈现一个有态度的上海 这是一座充满想象的地下世界 飞流瀑布 水井客房 空中花园 人们在这里悠闲地享受着 融入大自然的宁静 清透 但要实现这些奇思妙想的场景 还需要时间 因为现在 这里只是一座废弃的采石场 一切要从八十多米以下的坑底开始 如何将人员和近万吨的钢材混凝土 送达坑底 怎样防止泛滥的河水倒灌进坑 工程师们面临着巨大的难题 蛇山 国家级森林公园 作为上海的后花园 这里每年吸引超过一百八十多万的游客光临 但在这风景秀美的公园南侧 有一个深八十多米 直径二百八十米 约五个足球场大小的采石坑 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环境伤疤 多少年来 人们一直苦苦寻找着 让深坑融入青山绿水的解决方案 马丁约克曼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 这位游走于世界各地的著名设计师 凭借环保绿色的设计方案 成为深坑酒店的设计师 马丁参与的迪拜翻船酒店设计 让遍地黄沙的不毛之地变为世界奇观 他认为这样的建筑奇迹 依然可以在深坑崖壁间复制 作为总设计师 这位鬼才源自于中国太极图形的大胆设计 让所有人都为之兴奋 但深坑酒店的建筑风险 却让业界对他的反向建筑理念产生质疑 这是一座18层的建筑设计 其中顶部两层为空中花园 而底部两层则完全进入坑底的水下世界 今后入住水井房的客人 透过玻璃窗就能看到鱼群游异 要将这近乎于疯狂的设计变成现实 中国工程师们出发了 沈建建筑工程师 这位曾多次获得建筑工程炉颁奖的技术领军人 将出任深坑酒店项目的总指挥 沈建需要角色的快速转换 中标后的第二天 他就带上铺盖卷赶往工地 看到这个深坑 里面是一滩水 一滩水上面漂了一个灼阀 就是一种花凉的感觉 这个坑里面我们整理能把一个建筑 建筑起来吗 沈建知道工程一旦上马 这个独一无二的建筑将会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成败事关重大 他们虽然具有接受挑战的勇气 但富海拔建筑经验几乎是零的工程团队 真的能赢得挑战 打造出疯狂设计师所期待的奇幻空间吗 开工了没有回头建 必须要把它做好 我们要让把它的幻想变成现实 建筑设计方案最终定型 但它离真正大面积开工还有点距离 直达深坑底部的是一条Z字形的栈道 如何让300多名工人上下220个台阶 反向施工带来的垂直运输难题 首先困扰着这位工程总指挥 这么抖的一个台阶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人员的三下问题 工人要到达中原病的问题 开始往上走 我们每一次只能走12个工人 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 大概将近有300号工人 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时间来算 就是有的工人早上8点钟上班 在上面等待下坑 可能到中午12点钟下班的时候 他还没有走到坑里 下雨就能以滑到中午后走 会相对轻松一点 估计下面往下走还是快一点的 按照惯例 输送那么多工人频繁上下 最佳的方案是架设升降电梯 中国有着丰富的超高层建筑施工经验 垂直运输已经算不上建筑难题 看似简单的方法 但在深坑绝壁上实施起来 难度非常大 我们的深坑酒店的这个坑壁 它是一个基金于80度的一个斜坡 所以我们普通的人物电梯 它没有办法 它附阻在我们这个斜坡上面 也就是说 向外倾斜的岩壁 根本就无法为垂直电梯 提供固定依托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找一个垂直的负责物 要在坑底竖起一座80多米高的立柱 供两侧的电梯轿箱上下滑动 这对立柱的稳定性和承重力 都有极高的要求 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的塔吊 给了大家启发 能否将高耸的塔身 用作垂直电梯的立柱 因为轮迫电梯复制在塔身上的话 它会对塔身产生一个扭矩 就像一个原作笔顶着一本书的 这么一个直观感受 形同金基独立的塔身 作为塔臂的平衡支撑点 它承受着垂直向下的压力 如果充当电梯的立柱 两侧移动的轿箱 会给它带来向外的拉力 倘若左右受力不均衡 就容易导致高塔的轻浮 这是一项大胆 而同时具有风险的设计创意 我们这个团队 虽然可能年轻了一点 当然它年轻也有好处 它没有经营的束缚 就比有经营的 这些要敢想 敢干 全面开工 已进入倒计时 负责施工管理的技术员们 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们决定放手一搏 但勇气不意味着鲁莽 精准测量能预估风险 并推测出实施的可行性 谢高华 设计团队里有名的神算子 他也是施工管理团队中 唯一的90后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小谢需要对教乡上下移动时 对塔身造成的拉力 做精确的计算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施工效率 也直接关系到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跟取经一样 9981了 当时真的算了一两个礼拜 终于把它算出来了 觉得自己有种那种 创造历史的那种感觉 80多米高的塔身 被安放在牢固的基座上 2到15米长的拉杆 与岩壁相连 这是小谢他们 特意为这个无依无靠的 电梯立柱做的稳固措施 四座教乡 一次可达成32人上下往返 设计团队的这一创新设计 为建筑学上称之为 反向施工的深坑酒店建设 开了一个好局 解决了难题 随着垂直电梯的投入使用 人员与物资也开始陆续就位 负责工程设计的陆道渊 曹以寻也加快了脚步 他们必须在开工前 绘制出施工蓝图 不过 等深坑底部全部水落石出后 他们发现复杂地形带给工程设计上的麻烦 等把水抽干了才知道 它整个最初的原创设计是一个斜面的 然后整个房子是这么斜着造的 原本 清斜弯曲的建筑就对工程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而要在凹凸不平的坑底 怪石临寻的崖壁间 实现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建筑创意 两位工程师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这里是正在建设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全球房屋建筑领域最大的单体建筑 杨小义是这个工程的技术总监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建筑面积158万平方米 相当于6个鸟巢 占地125万平方米 接近于三个天安门广场大小 建筑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会展中心 拥有19个超大型展厅 最大的一个展厅 可以同时容纳两台航空母舰的面积 2017年 中国设立粤港澳大湾区 由香港 澳门及广东的9个城市 组成世界级城市群 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 建成后 它将成为和美国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以及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 世界四大湾区之一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揭幕之作 会展经济 被誉为21世纪三大无烟产业之一 素有城市发展加速器之称 会展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 如果会展业的直接收入是一 其对交通 旅游 餐饮 住宿等 相关产业的带动收入将达到9 从业23年 杨小义此前参与过水利方 央视新址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等 多个大型工程的建设 但从没有一个工地会有如此规模 绕着工地走一圈 就超过5.5公里 最高峰时 接近2万人 同时在这里工作 高峰阶段 就是要将近2万人的这种劳动力作业 怎么去组织这么多人 然后这些人又都能够让他按部就班的去做 这个其实难度 人员的管理难度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每天运输的材料 超过1.5万吨 相当于400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 将有数以万计的大小装备 千余辆车在工地穿梭 调度一旦出现问题 整个工地运输就会瘫痪 稍微堵一下的话 那所有的车进出都走不了 包括有很多混凝堵半车 你要多堵上一会儿的话 那你混凝堵一下都废了 48台巨型塔吊 300多台大型启重机械 同时运送吊装物料 这里成为世界上一次性投入机械设备最多的工地 塔吊48台 而且都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 最多的一台塔要跟周边六到七台塔都要发生关系 如果是塔吊打中了其他的钢绳 然后钢绳上又正好吊着东西 极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高空坠物 那你下来以后天女散花 那底下作业人员 那全是这一下子出现多大问题啊 安全问题 老谢老谢 那边现在走 高度看着啊 到了安全高度就行了 如此繁忙复杂的工地 对任何一个工程师都是巨大挑战 技术总监杨小义 无疑是站在风暴眼中心的人 虽然每天千头万续的事情扑面而来 但杨小义却是现场最平静的人 几乎没有人见到她发脾气的时候 我可能好像情绪变动比较小 始终比较平稳 林大事有静气 源自于内心的底气 今年46岁的杨小义 此前干过八个工程 每干一个工程 她就会写一本书 总结施工经验 从123年 她写了600万字 出了15本书 我那时候整理规范 一段一段话去整理 那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机械动作 但是你通过这个动作 慢慢的你才有很多的基础 技术积累 处理了有200本标准规范 然后有六七十万字的这种 就都梳理完了 因为我其实还是做技术工作 技术工作的话 其实还是要就是静得下心来 耐得住寂寞 日积月累 杨小义总结出一整套 将工程精细化 标准化 信息化的科学管理方案 其实现在像日本德国的话 其实他们很多的项目 都做得越来越精细 越来越标准化 越来越信息化的程度 会越来越高 整个建筑的科技程度 会越来越高 咱们在大干块上以后的话 慢慢也会走入到这种 就是很工业化的 这种建筑化的程度 23年的积累和经验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工地上 付诸实践 杨小义和他的工程团队 利用信息技术 将这个庞大的工地 改造成一个智慧平台 在这里 各种黑科技大显身手 两万多人 五百多辆车 三百多台大型启动机械 都装上了定位芯片 实时掌握工人 车辆 机械的运动轨迹 保证高效调度 安全运转 三十多万根 形状各异的刚构件 都有专属的二维码 扫一扫 就知道他们的前世今生 部件如何运输组装 都能提前排兵布阵 四十八台塔吊 顶端安装了黑匣子 这是塔吊感应碰撞危险的大脑 在工作中能防止相互碰撞 导致高空坠雾 无人机搭载红外热像仪 二十三分钟完成整个工地 一百五十八万平方米的巡检 在空中就能发现局部建筑的质量缺陷 除了完成超大工程现场的科学调度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 还有一个巨大挑战 整个工程用钢量超过二十七万吨 约等于三十八个埃菲尔铁塔的用钢量 由三十多万根形状各异的 异形钢构建拼接而成 拼装精度要控制在毫米级别 钢结构房屋建筑 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欧美兴起的建造方式之一 用钢材代替混凝土 成为建筑的主要承重方式 如同搭积木一般 在工厂中生产出各种形状的钢结构零部件 到施工现场拼接安装 不仅提高了效率也更加环保 钢结构它的抗弯性能这些都会比较高 而且承载力会高很多 整个的自重会小很多 如果说到了使用寿命 这个要拆除 那钢结构可是可以回收的 可以再生利用的 2000年开始 随着中国空港 桥梁 房屋领域的发展 钢结构建筑迎来爆发式增长 逐渐成为大型工程的主流建造方式 现在杨晓毅和他的团队 要完成这30多万个钢构建的精准拼接 这个长126米 宽93米 重达1350吨的巨型钢结构屋顶 即将吊装拼接 它将和其他39片巨型屋顶一起 组成全世界长度最长 面积最大的金属屋面 可以覆盖106个标准足球场 乘波浪型的屋顶 由1134个异形钢构建组成 历经30天 在现场拼接完成 接下来 它将被整体提升至40米的高空 再在下方支起立柱 每根柱顶延伸出 四根钢梁连接屋顶 由此形成树叉状的整体造型 把东一公斤量挖1502米 可以可以就在里就在里 咱们现在传占仪布了几个点 三个 测项该做一些零食架构 做零食架构了 现在巨型钢铁屋顶将由13个提升架 26个提升点 228根钢篮 进行最关键的整体提升 因为咱们整个是一个薄的这种网翘结构 本身它这个变形就是不是特别好控制 所以在提升的时候 我们要控制所有点的变形情况 我们现在总共这个布的监测点是80个点 杨小艺最担心的是 屋顶提升至40米高空后 再进行立柱与树叉的安装 由于造型特殊 安装过程需要持续4到5天 这也就意味着 整个波浪型的巨型屋顶 将在空中悬挂5天甚至更久 整个提升起来之后的话 如果底下树叉树不装 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稳定的构架 而且在这个阶段真的是台风的季节 所以这块其实持续时间越长 就风险越大 各点各就各位 我们现在开始50%的板铃进行加载 第一个字幕加油 client碑 punishme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座建筑面积约70万平方米 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规模相当的新建航站楼 数年前 航站楼的设计者从25公里外的 唐代大明宫韩元殿遗址找到灵感 将一千多年前中国古建筑的重研造型 融入了新航站楼的设计中 充分彰显古城西安的独特气质 近年来 陕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 西安机场航空业务量持续快速增长 早在2015年 西安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 飞行起降架次 均已超过二期扩建工程的设计目标重量 2020年7月 西安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破口动工 工程以2030年为目标明 按照年旅客工程量8300万公司 破流工程量100万公里由进行设计 除了新舰东航站楼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还包括新建三条跑道 新建35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中心等 这项超级工程 高峰时每天有一万多名工人 轮轮坐进 高效有序的施工 得益于数字技术全过程的利用 在施工前 技术人员创建了总计达1500万平方米的建筑信息模型 模型整合了机场破建工程的各种相关信息 大道航站楼的整体 小道广莽系统的每个安装支架 都体现在了这些数字模型中 相当于再造了一座虚拟的机场 这些数字模型 指导着实体工程建设的每一个步骤 实现施工程度的造势 这是技术人员正在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 对东航站楼的屋盖区域进行扫描 之后进行逆向建模 基于实体完工区域建造的模型 与施工前建造的建筑信息模型 进行精确叠合对变 可以更加直观地进行工程质量研收 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技术 被应用到了机场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在三条新建的跑道下方 共布设了1195个传感器 包含了温湿度、沉降度、加速度等十多个类型 有了这些传感器 可以精确监测跑道地基沉降 倒面积雪湿滑等多种动态信息 未来将更加有利于保障飞行安全 太阳神鸟 这座千年古都的城市标志 0.02毫米的它从三千年前飞来 将在这次国际体育盛会中飞向世界 可以容纳4万人的东安湖体育场 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场馆 此刻 主场馆的轮廓已经出现 锡盘就位 起钩 起钩 吊车注意控制起调速度 控制玻璃 慢慢 慢慢推 外面别顶了 好好 没问题 准备焊接作业 整个场馆形如飞碟 正在吊桩的六米高巨型玻璃 是飞碟的弦窗 建设者们将在体育场采光顶上 用一万两千五百四十块 不同规格的玻璃 将一个巴掌大小的太阳神鸟 放大二百七十万倍 拼出全球最大的太阳神鸟图 迎接大地的仰望和天空的浮探 现在是到场的玻璃有一千七百片 一号平台下面现在是有三百六十片玻璃 二号平台 两百六十五片 三号平台现在是有两百七十八片玻璃 含了采用 满负荷路 顺利的话可以上到九百六十块 四号平台 四号平台 零五九到三六二 上六 采光顶 不仅兼具为场内观众遮阳挡雨的实用功能 也是东道主形象展示的天幕 这将是世界最大的采用玻璃采光顶拼装 上万块玻璃如何在近五十米的高空中快速精准入位 奇迹从奇招开始 一个粉色在这里嘛 在这一条嘛 就这一条嘛 反过来放马钻 这两个是一样的嘛 这可能少了个酒 这是艰巨的施工 也是神奇的游戏 从一款定制的拼图游戏开始 工程师们试图从中找到更高效的施工方法 采光顶每块玻璃重达一百公斤 一万两千五百四十块玻璃 设计的规格有六百三十一种 尺寸区别往往只有几毫米 建设者们对每一个毫里都要精确掌握 通过这个字母的话 基本上是拼不出来 最后的那个结果的 拆之前就应该把那个编号写好 比如第一行 第一行的第一块就是一杠一 第二块就是一杠二 工程师们需要找到一种比拼图游戏更精确的方法 完成这次极限高空拼图 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代表特殊含义 通过键模这样的智能建造技术 让每一块玻璃都能精确到具体的一个点位 每块玻璃精确编号 再分配到指定区域 分区同步作业 既提高效率又减少错误率 现在是今天在安装第七圈八圈第九圈十圈 已经在路上了 估计一个小时送到现场 那马上图纸十六到二十圈开始加工 现在已经装到第十四圈了 基本上已经装出来了 一万两千五百四十块采用玻璃 安装完成 用时三十五天精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汗水与智慧让神鸟起飞 娴熟的铺装技艺为超大型玻璃 未来在建筑中的应用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川三峡通江汉 大地在这里朝天而行 大江带来百川 千山带来万象 魔幻因此而生 朝天门千帆静发之处 将竖起新的风帆 将竖起新的风帆 朝天门广场 八座超过二百五十米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仿佛重庆所有的梯坎都汇聚在这里 朝天大建 十万吨钢结构是整个建筑群的骨架 用量超过两座鸟巢 这个超级工程正在刷新重庆的天际线 成为山城的新地标 接下来的挑战是整个建筑群的点睛之笔 建设者将在二百五十米的高空 建造一座世界最长的横躺着的摩天大楼 设备正常正在采集提升前的数据 压力值正常 重复性正常 其中央人员已收到完毕 检测完了准备提升 开始提升 开始提升 好 建设者要用十六台巨型液压提升装置 将重达三千吨的钢结构 分三次运到二百五十米高的摩天大楼上 这个油杆往下缩的时候会有一点震动 然后上齐的时候是比较稳定的 千吨骨架在塔楼的夹缝中缓缓升起 距离楼梯最近处仅有六十厘米 一旦与塔楼发生碰撞 后果不堪设想 注意观察已经在提升了 正中一下 你看一下 观察到了一带五十 现在风很小 那个小雨一定 接下来几天天气呢 绿爆的也就是在三级以内 朝天门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 塔楼间形成的穿塘风 是这次安装最大的挑战 建设者要在风平浪静的窗口期 尽快完成起吊 宛如一次站在原地 拉起朝天之帆 总计二十天 不分昼夜 不容闪失 三百米长 总用缸量一点二万吨的 水晶观景长廊 终于如期结束施工 这座横向摩天大楼 长度高度 均创世界之最 这是建筑史上 令人惊叹的八纵一横 全球最大的横向摩天大楼 已经建成 面积相当于八个标准游泳池 横跟在二百五十米高空的 钢结构连廊 宛若空中的海底 迎来顶流观众 人们来这里 眺望天际线 而这里本身 也是天际线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国际都市的 那么一个标志性建筑 应当说 已经走出重庆了 加油的话是一个大拐弯 有一座塔 现在的话 过来的时候 心里面还是好久到家 当你从那个拐弯过来的时候 买乎是一看 到家了 这个上面 骨验操作非常难 都非常难 就完全显通的 江与山 倒映在城市高楼的玻璃木墙 记忆并未消失 故事被存放在建筑里 有了全新的纵横 书写着新的传奇 一座崭新的地标性建筑 已然成型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将与首都国际机场 组成双枢纽 为经经济协同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从超级工程到中国新国门 大兴机场一直都是市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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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初步统计 大兴机场的建设 已经创造了40余项国际国内第一 国产化率达98%以上 有人心的神科大王 下面我宣布 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通车 2019年7月1日 新机场竣工后的第一天 投运开始进入倒计时 2019年 中国高速公路新增里程7000公里 而27公里长的大兴机场高速 却历时两年半之久 工期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整条高速 桥梁占比约86% 与大兴机场轨道线 地方一级公路团合路 自上而下立体分布 旁边是惊雄成绩 地下还隐藏着机场综合管浪 五位一体的空间布局 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的第一次 集成度 便捷性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据投运日还有86天 新机场地下 19.9公里长的综合管廊即将启用 咱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对 咱们要去这个位置 最长就是700多米 600多米 刘琪带领的团队 今天要对监控系统进行最后的排查 法国文豪雨果曾说 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 但新机场的综合管廊 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下水道 它集中了电力 通信 供热 集水等各种工程管线 相当于在为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提供保障 千年大级 首先必须夯实基础 视频监控系统发现了一处故障 大家必须在最快时间内消除隐患 确保地面的监控中心能够实时查看管廊的运行状态 15公里的狭长管廊 步行一趟需要三个多小时 一旦出现故障 单靠人工去一点一点的排查 犹如大海落针 智能无处不在 每隔70米设置移处监控 400多个红外高清探头 组成了一张没有间隙的天网 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触发敏感的报警系统 技术人员可以从八个管廊入口中 选择最近的一个进入 从管廊入口到最远的故障点 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刘哥 我这边的网线测试没问题 能看一下有没有画面 行 行 你在前面挥药勺 我看看 刘哥 能看我吗 行 行 能看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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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门洞外嘛 你想一个人的血脉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国王都埋在地下 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因为最好的地方 肯定都是光鲜亮地的嘛 大家又看不见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隐形的翅膀 隐形翅膀的尽头 可以直通航站楼的地下一层 全都这样的这些东西 它来是天洋原来的 就是强天洞 你们在迫首文化 那里面 像瓶也好 给你们 众看 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对空调来说都是设计的一难点 七月的北京 最高气温接近四十度 十八天后 就是大兴机场的第一次综合演练 这座凝结中国智慧 彰显中国创造的现代化超级机场 将接受一千多名模拟旅客的真实考评 而此刻 航站楼内的温度还高达35度 降温迫在眉睫 七月三日 航站楼空调的第一批666台机组 第一次全面开启 雖然距离第一次综合演练 还有十六天的时间 但对于体量庞大的航站楼而言 十六天降温 时间并不宽裕 说实在的 这种综合体 然后有这种大条高的 在国内来控制这个温度梯度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这个需要我们再调节过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并不会感受到机舱外零下十几度的寒冷 这是因为飞机发动机的一部分效果 Zither Harp 却不平时就 咱们今天下午就要测试一样这个A380机位的飞机空调系统 它的这个出风能力 为全球最大的客机降温 停机屏上为什么看不到空调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二号东西桥下边的三台高压吸风机组 其中关键的参数就是送工温度 一定有达到零度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冷气温度刚才是不是停了 没有 那个下去已经查了 去查那个阀 它是不是阀开了太多了 那还是这个水底平衡的问题 对 半个小时过去了 出风温度低于零度 风压也保持在稳定状态 这一次 田志刚得到了满意的数据 但它还不能放松 大兴机场共有79个进击位 等待调试的机组还有78处 7月上 二 godt 二 六 25摄氏度 这屋里大家都学过 热空气的密度是最轻的 所有的热空气全往上跑 然后所有的热空气全汇集到四楼 所以四楼的温度的控制是最麻烦的 控制住四层的温度成为调温的关键 航站楼四层容纳了大部分人工执机柜台 和国际出发区 未来这里将是整座机场人流量最密集 同时也是人体热辐射最多的区域 我们要做的是把热空气放到上方 让它不要动了 然后把咱们人体这个高度的 或者比更高一点 这个区域的温度给它控制住就可以了 降温没有捷径 每隔两小时一次 空调运围团队需要监测 一万多个出风口的温度 不断调整空调机组的运行参数 25.8 一万多名建设者正在创造一项工程奇迹 他们准备用三年的时间 在这里修建一座超级机场 这边 按照你内控计划 4月15号之前 这10块呢 都是要看完都知道 47岁的李建华 将带领团队建设这座超级机场的主航站楼 24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参与建设过首都机场T2 T3航站楼 现在 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座超级机场的航站楼 采用凤凰展翅的造型 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 五根指廊 像凤凰的翅膀一样 呈放射状依次排开 那是旅客通过安检后 休息和登机的地方 李建华自责修建的区域 是连通五根指廊的主航站楼 出发旅客在这里 办理直机和行李托运 这里也是迎接到达旅客的场所 是整个航站楼里 人流最密集的地方 航站楼的一个特点 就是单程的面积大 然后它高度受限制 它要受飞行的这种控制 所以它只能建的 不能高于五十米 所以只能往大了建 2019年北京新机场建成后 这里规划的年刻运量是四千五百万人次 而这个数字在六年后的二零二五年 将变成七千二百万人次 庞大的客流量 让李建华负责建设的主航站楼投影面积达到十八万平方米 相当于二十五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这个面积可以完整地装下一座水立方 仅仅是由纯钢结构焊接而成的穹顶 总重量就已经达到五点五万吨 相当于半个鸟巢的重量 为了给旅客流出更多空间 由不规则曲面组成的巨大穹顶 仅靠八组C型柱 十二组支撑桶 及四周的木墙结构支撑起来 这样的设计 给李建华和施工团队带来巨大的挑战 他们需要严格控制 组成穹顶所需的六万三千四百根 刚构建的焊接精度 误差不能超过两毫米 如果说偏差大了以后呢 它这个感觉的受力的这种模型 力学模型会就变了 一根如果失效了以后 那边上那个是属于连锁反应 最后有可能发生更大的 比如说坦大事件 在半空中焊接刚构建 很容易受到风的影响 高空作业也更容易让工人产生压力 很难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 经过严谨的推演分析 李建华决定在地面先焊接部分组建 再在五十米的空中进行最后的总装 这种方式与造船厂建造大船 有一曲同工之妙 重达百吨以上的巨大船体分段 在建造完成后 由重型平板车运输到船物里进行总装 现在机场巨型穹顶的安装 也准备借鉴这种方法 工程师们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工具 可以在狭小的空间 将地面上焊接好的钢结构组建 精确提升五十米 二百吨的起重机将完成巨型穹顶的吊装 比如说这个地方拉力不够了 它计算机自己来调整整个这些吊点的状态 保证它整个就是按照设计的这个位置能够升起来 而且它精度是很高的 精度能达到毫米 2017年6月30号 穹顶的最后一个组件安装到位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航站楼主体结构 出具出形 其实我在想 行机场做到现在 我们正是面对很多挑战 但是我们创造了好几个奇迹 2019年 李建华和他的团队 将完成巨型航站楼的建设 对于这些中国工程师们来说 超级工程的建设 是挑战 更是成长 这个二十多年来 确实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非常兴术 确实是对我们整个这个 介绍行业 这技术的发展 包括这个实力的发展来说 给了很大的机遇 没有这种机会 你是没有 是得不到锻炼和提升的 这种机遇也是至关重要 在这片方圆 29.4平方公里的巨大工地上 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奇迹 每天也都要面对新的挑战 在于李建华负责的主航站楼 相邻的机场 30.5平方公里的巨大工地上 我05年毕业就一直在修机场 像上海公交机场 普通机场 杭州肖战机场 沈阳大连的机场 我都修过跑道 但这次这个跑道确实很难修 几百吨重的飞机 起飞时的速度在每小时500公里左右 这个速度是高铁的1.5倍 为了确保飞行安全 机场跑道必须兼顾耐用并且平整 一旦在跑道上出现大于2毫米的错台 就极易造成起降阶段的飞机发生爆胎 引发空难事故 确保跑道平整的要点 在于地基坚硬程度必须统一 徐岗墙把整个施工区域分成11967个点 每一个点都要用夯锤把地面夯实 夯锤的锤头重达12.3吨 被电磁启重机提到8.3米的高度 然后砸向地面 每个点需要夯机的次数都经过精确计算 不能多也不能少 否则会和周边地基坚硬程度形成差异 影响跑道的平整度 一套安装在夯机上的数字化施工设备 可以帮助解决问题 这种数字化施工方式 利用GPS和传感器 严密监控每一个操作点 是否夯机到位 确保无需反攻 在这套系统的帮助下 99%的施工区域顺利完成地基处理工作 开始浇筑混凝土 但是仍有一小块地方迟迟无法完工 这里曾经是一条河流 在跑道施工之前 工程师们已经用工程手段 让河流改道绕过机场 但是河流故道正好切过 徐刚强负责修建的跑道 河流故道里面都是淤泥 然后跑道其他区域都是坟土 然后永兴河切入的地方 正好在跑道中间 也就是飞机起飞速度最快的地方 跑道使用时间长了 不同的土质沉降不均匀 在淤泥和坟土交界的地方 就容易产生错台 一旦发生问题 飞机根本不可能停下来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调整一下跑道方向 让跑道和河流故道平行 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跑道的方向不可能调整 因为飞机起飞和降落都是逆风 这是飞行安全的问题 咱们北京新机场主风向是南北向 所以跑道只能按现在的这个方向来修建 与此同时 一条供车辆通行的隧道 要下穿这条跑道 穿越的位置和河流故道正好重合 给本来已经十分复杂的问题 又增加了新的挑战 这条下穿跑道的隧道 是供机场内部车辆通行的 为了飞行安全 绝大部分机场都禁止车辆穿越飞机跑道 如果没有这条隧道 往返停机坪和航站楼之间的百度车 需要多行驶四公里 才能绕过跑道 这最少需要三十分钟的时间 会影响机场整体的运行效率 会影响机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